进入暑假 校园勤务也相对减少 不过南投县的教育替代艺难 却没有因此闲下来 早在暑假前两个月呢 就筹备规划 号召各校的替代艺难 投入公益服务 大家呢 运用自身的专长设计课程 开办了一场教育夏令营 希望充实竹山镇 弱势学生的暑假生活 以为自己的替代艺时期 留下难忘的回忆 在教育替代艺难的安排下 不仅有科学 团康一直到音乐 各种课程都包办 南投县35位教育艺难 全体动员 让做四学生在暑假期间 也能有一个学习环境 我觉得哥哥让我的暑假很丰富 我要跟替代艺哥哥说 谢谢替代艺哥哥他们 教我们那么多的游戏 他们知道要怎么做实验 做那么多好玩的游戏 教育艺难的任务 主要是协助学校行政 或是安全勤务 不过进入暑假 勤务也跟着减少 所以这群替代艺难 希望借由自身专长 会偏向教育锦利 我们艺难本身有很多专长 像是有些理工背景的 他们会做科学实验 或者是人社医院心理背景 就可以带团康活动 或者是有音乐背景 会带小提琴 搭吉他等等 所以会希望 我们可以与人 有更多的接触 因此我觉得替代艺 可以发挥出 更多的影响力 可以把我们的影响力 带给我们社区的每一个人 祖山镇明山学员内 多数都是单亲家庭 低收入户 或是隔代教养的弱势学生 想要安排迎对课程 经费和资源 却让人伤透脑筋 不过艺难团队 能够主动粗浅粗力 是相当令人敬佩感动 我们每年的暑假 都会为孩子安排一些的活动 这个活动当然包括课业辅导 但是都希望能够有多元化的学习 所以我们打算安排一些夏令营 不知道说资源要从哪里找 刚好他就主动的来跟我们联系 把他的计划书给我们 然后看我们适不适合 然后我们再洽谈一些 详细的细节问题 虽然这些学生跟替代艺难 接触的时间才没多久 但是很快就有说有笑 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不仅孩子们学到很多 也为替代艺生活留下永恒回忆 记者王子于南投县采访报道